其實幾乎所有的健康檢查 包括學校的那個學生的健檢 幾乎都會驗尿 那他們驗尿常常都是用柿子去驗 那其實柿子去驗很敏感 他只要驗到一點血紅素 然後他就馬上會呈現陽性 那一陽性 稍微說家長就會壓著小朋友過來醫院 就很擔心 我兒子是有先天性的腎臟病 這個是不是未來會洗腎 如果是年輕 大概緊張年輕女孩子就會說 陳醫師 我是不是得了腎臟癌 膀胱癌這一類的 他會非常緊張 因為這樣子 臺灣洗腎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們只要看到 只要是尿醫 腎臟檢驗有異常 包括都非常的緊張 那其實大部分的尿醫 前血後來在檢驗都是沒事的 那其實因為會引起 尿醫前血陽性的原因很多 但大部分在女孩子方面都是 有一些 不小心髒到的 然後再來有一種就是 女孩子常常憋尿 膀胱發炎 憋到也是前血陽性 剛好他又去做健檢 那當然就是陽性的 然後再來就是學生的族群裡面 有些學生他們去做健檢前 就是那天他驗尿之前 在剛上完體育課 水又還沒有喝 趕快去保健去塞一套尿 要給老師教材的 結果一驗出來就是陽性 那有時候就是說 就是劇烈運動完 你水分又不足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尿醫之中 每天都會有一些紅血球排出 那是正常性感 可是當你水又喝得不夠 尿醫被濃縮了 這時候你去驗起來 就會覺得什麼血紅素上升了 然後再來就是 你劇烈運動的時候 有時候有一些 飢紅蛋白 它就會透過腎臟 這樣子分泌出去 到尿液裡面去 不過基本上就是 看到這個東西 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沒事的 大家還是建議 你還是去找醫生 商量一下好了 所以我們都叫病人 那我們再重驗一次 你去灌水 你給我喝個兩千嘻嘻的水 再去驗一次尿 驗水大部分都正常了 因為看到淺血也是 你就覺得大便淺血很恐怖 尿淺血也是很恐怖這樣子 你怎麼知道 我要解釋的是腫瘤指數 到底知道什麼是腫瘤指數嗎 你講得非常對 我們醫學上 最理想的腫瘤指數就是指說 如果你這個指數高 你就得到某一種癌症 比如說我可以找到一個腫瘤指數 叫 你會對應到乳癌 你得到一個腫瘤指數 比醫生高你就是腦癌 西醫生高你就是胃癌 那就是百分之一百 很棒 但是對不起 世界上很有這個東西 為什麼腫瘤 會有腫瘤指數 你想想看 腫瘤跟正常的細胞 它的基因表現是有點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這個 比如說你正常的細胞 變成癌症之後 它如果會分泌一個東西 跑出去到血液裡面 被你測到 這個就是 最完美的腫瘤指數 它還是說 可是事與願違 怎樣事與願違 一樣的腫瘤指數出來 所以變成說一個腫瘤指數 很難是只對應到一個癌症 第二個是 更慘的是很多情況之下 即使你沒有腫瘤指數 即使你沒有癌症 根據一些身體的一些特殊狀況 也會驅使你一些正常的細胞 去分泌這些腫瘤指數出來 還有第三個更慘的 很多時候 明明你都已經有癌症了 可是腫瘤指數就是不升高 像你自己看 我們這個板子上面 我們看第一個CEA就好了 你看後面一大堆癌症 都可以這個高 更慘的是 還有很多情況 也會造成它的高 根本就不一定要是癌症 對啊 還有更慘的是 很多這個癌症 這個也不高 所以我才說腫瘤指數 有很大的意義嗎 所以這張要丟掉的意思嗎 可以 所以我才說腫瘤指數看高 不用太緊張 但是我覺得是要看趨勢 我舉個例子給各位聽 一個女的跑來找我 她說我下個月要結婚 可是我的腫瘤指數 就知道後來還是怎麼樣 懷孕 真的喔 對 她後來月經三個月沒來 我說你後來查出來 我就說你月經三個月沒來 你自己都不會緊張 她說就在忙著 婚事沒有在想這件事情 那你知道為什麼懷孕 那個阿嬤指數嗎 為什麼 很多的腫瘤指數 是什麼來的 我跟你講你剛出生的時候 你去測那個小朋友 有很多的腫瘤指數 他們當初就是小孩子在工作 那些腫瘤指數表現的基因 通通都沒被關掉 是你長大之後 這些東西被關掉 只是後來她變成癌症的時候 又把這些東西又打開來了 所以你如果肚子裡面 有個小寶寶 她的那個 她的那些基因還沒被關掉 那會不會一直表現呢 她會經由期待血就回到 就經由期待就回到母女身上 所以孕婦 等女生完再說 這好有趣喔 對 天堂跟地獄 沒錯 事實上那個懷孕的媽媽 不只是腫瘤指數 很多的這個抽血的報告或檢查 都不可以用常人來判斷 譬如如果利用一般人的標準 可能你都會嚇死 所以有時候我們的那個 範圍可能會換框 譬如說我們抽血 最常見那個白血球 那個發炎指數 環的媽媽也會比較高 那還有剛剛講到那個 就是那個胎兒球蛋白 就是在糖質症篩檢的時候 會做這一項 那為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除了可以看媽媽 也可以看寶寶 有沒有這個風險 糖質症很風險 但是她比一般 沒有環的人那個數值是高的 所以我們才可以去 監測到這個數值 好有趣喔 我覺得產前的媽媽 真的會非常的緊張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 都要做很多的測驗嘛 之前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去做那個產前檢查 然後他就查出有一個指數是 ANA抗核抗體 紅字邊高 聽起來就好學術喔 ANA 你再給你這一杯 你開始 ANA抗核抗體指數邊高 感覺像是某個航空公司 對啊 ANA有沒有 是ANA航啊 對 然後呢 那時候他就是測出來 然後他就 因為看到紅字邊高 那當然你知道孕婦 我覺得是比一般人 都還要緊張 然後那時候他們就說 你這個不行 你這個呢 醫生跟他說 你如果你這個紅字邊高的話 會有一個狀況就是 你自己的免疫系統 是會有問題的 所以你可能會導致兩個狀況 一個呢就是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就算小孩是生下來 但他很有可能會有 然後想看媽媽聽到這個 是不是你知道 情天叮叮 情天叮叮就嚇死了 然後呢 醫生就建議他說 那你趕快去那個 風濕免疫科去檢查一下 他當然趕快手刀殺去 然後做了一堆什麼 抽血檢驗 blah... 然後最後 風濕免疫科的人跟他講說 你這個是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他就很生氣 那個你知道 婦產科醫生 他就覺得就是 他把你跑去腸了下去 而且他真的是 非常非常緊張 可是這個 為什麼會落差那麼大 病人一定會問我們說 這個ANA這個數字 是不正常會怎麼樣 那基本上我們知道 ANA如果說 一般來講的話 正常是1比80 是陰性反應就沒事 那如果是1比80到160之間 我們就說這是一個灰色地帶 那有可能譬如說你太勞累了 或者說本身的免疫的這個功能 真的是有一點點問題 也有可能 但是如果它大於320以上的話 那真的就有可能有問題 就要進一步的去做檢測 那通常病人來的時候 都會問我們同樣的問題說 那這個ANA不正常會怎麼樣 那我們就會跟他解釋說 可能沒有問題 但是也有可能是什麼...這樣子 那病人通常前面那一段 可能沒有問題 他就不會聽到 他只會聽到後面什麼事 就是會紅白性狼差會怎麼樣 事實上這個紅白性狼差的診斷 我想有時候說 就是說希望他能夠 把這個完整的檢查都做完 才能夠告訴他說 你真的沒事 還是說你真的是有事這樣 可能會比較好 那像這個AMH是 很多人在做這個不孕症的檢查 或者說很多人會來這邊說 我想要測測看這個 卵巢的庫存量 那基本上它是有一個標準是 二到六之間是一個正常範圍 那有一次就像這樣 在錄節目之前 那我就剛好聽到 幾位工作人員他們在聊天 我就聽到有一位工作人員說 我這個卵巢超好的 他又要說他的AMH是十幾 聽了以後說不對 所以就忍不住就要插著說 MH十幾 通常代表是多囊性卵巢 這個好尷尬 本來很驕傲說 老娘的卵巢 對 我說MH十幾 這樣 那我就說我們正常的標準 是二到六之間 那如果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如果小於二就開始就代表說 你的卵巢功能 庫存量是在走下坡 可能這 懷疑的能力就在下降 所以他認為說 小於二是不好 所以我這十幾是超棒的 越大越好 事實上不是這種太高 就是說過猶不及都不是一件好事 對 我們常常講 當你知道有問題 看到紅子來看醫生 基本上這是好事 那其實現在大家都很怕糖尿病 那糖尿病一測 血糖一偏高 就跑來看醫生 可是說實在的 其實現在大家對於糖尿病 就是說 基本上一定要空腹八個小時抽血 那很多人 一些禮辦公室或幹嘛 真的是有很多功能 真的很熱心 下午兩三點就去做檢查 那很多都是剛吃飽 才來抽 其實放後一抽 血糖一定大於一百 對 那其實這幫醫生 這算是基本上是不準的 那再過來說 有時候提到說 報告不正常 你會找醫生 不過報告正常就沒事嗎 我們常說很多病人 他本身糖尿病 在別的地方吃藥 他覺得說別的醫生 給他的藥太多 他覺得說 可不可以少吃一點 結果他就去別的檢驗所做檢查 我們便知道要空腹八個小時 結果這病人很厲害 他空腹十二個小時 兩餐沒吃 結果一抽血 血糖很低 可能只有八十幾 九十幾 就跟醫生說 醫生我是糖尿病好了 不用吃藥 想說奇怪 我們要再加一驗一個什麼 糖化血射數 結果一驗 糖化血射數還多少 所以我們常說其實有時候 我們醫生看病 就在跟病人幹嘛 玩什麼 別對一點 對 那病人到底乖不乖 我們醫生要專業去了解 那我常說其實 不管你做任何的檢查 你有什麼需求 你有什麼擔心 跟你的醫生討論說 你該做適合怎樣的健康檢查 檢查出來做報告如何解釋 這樣你才會做得 心安 錢才會花在刀口上面 傳說明不停在這兒呢 那我會想做得到的 我們來的那個部位 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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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院